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太好厨艺三餐无优力 今天方太和大家分享这一道美食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熟粉羹 附近的话叫做煮碗羹 所以这个煮碗羹就是 你看啊 硬硬的 一块一块硬硬 它是用熟粉做的 其实方太的大嫂很厉害做这个 看有机会我会邀请我的大嫂来 我的视频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煮碗羹 他白说是四川了的 在外面也是比较难吃到啦 但是也是有些地方会吃到 所以我都很珍惜啦 那天刚好方太去了巴萨 就看到有这个煮碗羹 我就赶快跟他买一匹肉包来尝啦 所以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边大概有1kg的煮碗羹 OK 然后猪油炸啦 这个是零分来的啦 我会用猪油炒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炒啦 热锅放一点猪油 我会再重炸这个猪油炸啦 给它比较脆 小火 因为猪油炸就算你放了雪柜啊 你最好是重炸过它 它才会脆 然后吃到脆脆才香 炸脆了就把它拿上来了 然后就把它捞上来 接下来我把这个 蒜米 这边大概有 15粒的蒜米啦 然后没炒香啦 我就把这个猪肉碎放进去 这边大概有300g的肉碎啦 因为我还只喜欢吃肉碎多 OK 炒香这个肉碎 然后这个 这个冬菇 这边大概有努力哈 我剩了它 然后切片了 OK 这样慢慢炒香哈 OK 这个炒香了哈 你把它推去一边咯 OK 所以我就随便炒这个虾先 嗯 对 炒熟了就拿起来 因为虾你越煮它它就越硬了 就变成不好吃了 啊 再出去炒这个肉碎 就很香啦 味道出来了 放点辣椒下去 嗯 这边大概有1粒的辣椒 啊 给它上色一点啦 OK 大白菜 这个是白菜 OK 放了白菜 我就把这个放进去 嗯 炒炒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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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放大概有超时的 炒鱼 嗯 也放一点点的这个 鱼露啦哈 一点点的鱼露啦哈 一点点鱼露粉 嗯 一点酱油 这边大概有两汤匙的酱油 一点点的黑酱油加上一个 这边放点水 放点水 放点水 不要放太多了 你先搅拌它 让它均匀了 OK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 试一下那个味道够不够咸呢 盖锅 放小火给它慢慢去焖 OK 已经焖了大概两分钟了哈 刚上中油了哈 所以我开回大火 给它松制 因为这个煮粉根呢 通常都是 好吃比较湿湿这样的啦 它不用炒的太干了 OK 啊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加回那个虾 然后我就放回一点的芹菜 搅拌一下 OK 很好了 OK 然后最后我放冲 好了 可以上锅了 OK 现在我们来品尝这个煮粉根啦 这个煮粉根呢 它很爽和很 Jui Jui的 很好吃的 再配上这个 这个 辣椒仔呢 真的是 结配啊 真的是 很好吃 所以不妨吃一吃啦 假如你和我一样 很喜欢吃这道菜的话 也不妨留言啦 谢谢收看 放开我 富裕山下 我们再见 谢谢愿意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